我們在前一頁呢 已經看到了這個 Vector Potential跟Electric Potential 那麼當你有這個空間中有這個 電流 然後呢有電荷分佈的時候呢 那在這個Lorence Gauge底下 那我們這裡寫錯了 這應該是有平方在這裡 平方在這裡 在Lorence Gauge以下呢 它呢這個會符合這兩個equation 那就是我們有電流的變化 或者是有這個 有Current Density的變化 或者有Charge的變化 或在它空中的分佈有變化 或隨著時間有變化的時候呢 那它對於Vector Potential的影響 對於Electric Potential的影響呢 就是由這兩個式子呢來決定 那它在空間中所產生的電場跟磁場 那我們就由這個Electric Field跟Vector Potential 跟Electric Potential的關係可以去決定 然後呢磁場呢可以由Curr的這個Vector Potential去唯一決定 所以呢如果說我們空間中的Current Density 或者是這個Charge Density 有發生變化的時候 那它呢就用這兩個equation去決定空間中其他地方的Vector Potential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式子 它看起來就好像我們在第九章呢 所看到的這個Wave Equation一樣 所以呢當你的Source就是Current Density跟Charge Density 發生變化的時候 它就以類似向波的形式呢 向外傳播 那這種向外傳播的波呢 它不一定要是Plane Wave或者是Monochromatic Wave 那它可以具有很多種的頻率 那它也可以具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波前 這個波前呢不一定是要是這個平面 形成平面的這個平面波 那關於這種各式各樣的這種不同的非平面的波 或者是呢不同平面不同的這個頻率的組成呢 那在一些比較專門的光學書呢 它都會有討論 那我們在這裡呢主要是處理電磁學的問題 那我們就不去講那些東西 好所以呢 當你的SourceJ跟Low發生變化的時候呢 你的Vector Potential跟Electric Potential呢 它就看起來呢 就會從你的Source呢開始向外傳播 好 那麼呢向外傳播的速度呢 從這個兩個Wave Equation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它向外傳播的這個速度呢 就會是V等於 根號的Epsilon0 Mu0分之1 那它其實呢就是C 所以呢 這個Vector Potential跟Electric Potential呢 在以波的方式呢 向外傳播的時候呢 它看起來呢就是以光速 它就是以光速在傳播 好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看Static Case 如果說呢 空間中的電荷跟電流呢 是不隨著時間改變 就是我們在這邊看到這一項 這一項如果說是不隨著時間改變的話呢 沒有隨著時間改變的項的話呢 那我們這一個式子喔 就是直接 La Pollution V 會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呢 La Pollution A 會等於這個 好 那從這裡呢 我們之前在靜電學跟靜磁學 我們知道這個Electric Potential呢 可以寫成 從各個的這個Source的這個點 譬如說 你要影響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 那麼呢 它就是在你的Source的區域裡面 各個的這些點 對它的這個影響 好 那麼呢 在這裡呢 它的體積呢 是Dtau Prime 它的這個 Charge Density呢 是Low R Prime 那這個Prime呢 代表的是這個Source 這是我們以前的用作的符號 那它對這一點的電位的貢獻呢 就是Separation Separation分支你的Current Density 乘上這一個的體積 就是這邊的電荷 對於這一點的這個貢獻 然後呢 把這體積呢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這一點的這個電位 那麼呢 Vector Potential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一個小小的體積裡面的Current Density 然後呢 除以這個Separation 然後呢 每一個小小的這個體積裡面的這個Current Density 全部對這一點的影響全部把它加起來 然後呢 再乘上這個常數 就是這些 裡面的這些小小的電流呢 每一個地方的小小的電流呢 對這一點的Vector Potential的這個影響 好 那有了這兩個式子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兩個式子 我們這裡呢 用Electric Potential去看 Vector Potential呢 那你就自己呢 去一樣化葫蘆就可以了 那我們剛才講說 你要影響這一點的Vector Potential 抱歉 你要影響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 你要影響這一點的電位 那麼呢 我們就說這一點的Current Density 會去影響到它 但是如果說我們在這邊的這個Current Density呢 Law呢 在這個位置的Current Density 我們要是發生一些改變 那它要花多久時間呢 才可以傳到這裡來 它要花的時間呢 事實上是這個距離除以光速C 所以呢 我們這邊在V 在T時間看到的電位 然後呢 是由這一點來貢獻的 是由這一點呢 來貢獻的呢 事實上是這個 Separation除以 Separation除以光速C之前的 就是這邊的電荷量 發生了一些改變 對這一點的影響 它要花這麼多時間 才會讓這邊知道 因為這個是以光速C呢 在傳播 好 就是這邊發生了變化 那它就以波的方式傳到這裡來 所以你在這邊呢 知道這一點呢 有電荷的變化 對於這一點的Vector Potential的影響呢 就是要等一段時間 那我們假設我們想要知道的是VT時間的電位 那我們呢 就要知道 這邊到這邊呢 在 我們就需要知道這一點呢 這個 Separation除以 C之前 時間呢 這一點的電荷 是長成什麼樣子 它的Trust density長什麼樣 那我們就定一個叫做retarded time retarded time呢 就是現在的時間 減掉 從訊號從這裡傳播到這裡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是T 那這邊呢 就是Tr 所以這一點的V 由這一點來貢獻的時候呢 就是由這個LowTr 會決定這邊 對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的貢獻量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這些小方格 每一個小方格呢 對這一點的貢獻呢 通通把它一樣化 一樣處理 所以我們的這個 原來的Vector Potential呢 寫成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 對於這一點的Vector Potential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的形式 所有的形式呢 通通都不變 那麼呢 我們仍然是關心空間中的這個 每一個小格 就是Dtau' 然後呢 對這一點的這個電位的影響 只是呢 我們在考慮對這一點 電位影響的時候呢 那麼 對於這一點的 Charge Density呢 我們考慮的呢 是在Tr的這個時間 在這一點 因為它要花了 separation除以7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訊號從這裡 送到這裡來 那我們就做這樣子的這個修正 所以就從Static Case 變成這個 Zump Case 變成這種 有Retarded Time的這個Case 那這個Vector Potential呢 你也是一樣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跟這個 因為呢 它是把這個空間的這個 訊號的電荷或者電荷密度 或者是電流密度呢 發生改變呢 因為在空間中需要傳播呢 所造成的延遲的效應 我們把它考慮進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是Retarded Potential 那把它考慮進來 好 那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並沒有辦法 用一樣的方法 去求得空間中的電場 和空間中的磁場 這個並不會等於 注意一下 我們沒辦法說 直接把這個 進電場 或者是這個 進磁場的這個 式子呢 拿來直接這樣用 那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必須從這個 我們之前講的 Electric Field 會等於 負的Gradient V-Partial T分之 Partial Vector Potential 那磁場 B會是 Cur的這個Vector Potential 好 那我們剛才呢 雖然是用這個 口頭說明呢 說明呢 它應該就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呢 你還是可以有 這個嚴謹的數學證明呢 證明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式子的Solution 就是我們這樣子弄出來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式子的Solution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式子的Solution 那這個過程呢 就非常的 數學化 也不能說是數學化啦 它就是一些等式 然後就一些向量微積分呢 就一路這樣算過去 那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 在這個上面 你們有興趣呢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這整個的這個推導的 這個過程 裡面呢就是 就是向量微積分的一些處理 就這樣而已 好 我們要說明 這個東西 會是這個式子的Solution 所以我們就要對它取 Laplacian 那我們要對它取Laplacian呢 我們就是做什麼事情 我們先對它取Gradient 然後再對這個取了Gradient之後呢 再對它做Divergence 那我們就是取Laplacian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V做了Laplacian之後呢 是不是會等於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的這個核 如果說我們是用這個式子 來表示這個VicElectric Potential的話 好 那我們就對這個式子呢 先取它的Gradient 那取Gradient的時候呢 那它就要對 因為呢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 那麼呢 我們呢 現在呢 要說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 是符合這個式子 那在取Laplacian的時候呢 這個做微分是針對 這個向量R在做的 可是呢 我們這裡面呢 在對這一點的Electric Potential 取出它的貢獻的時候呢 我們取的是在 R'這一點的 體積D'對它的貢獻 所以我們這在取 軌點的時候呢 它這個軌點是針對R來做 這邊是R'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軌點放進去 所以呢 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把軌點放進去 那軌點呢 它這裡面呢 有對T做的部分 跟對這個Separation的這個 來做的這個部分 那對T的部分 為什麼 會有值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拿來做 那它就是對T做軌點 然後呢 乘上R分之一 然後呢 T再乘上這個R分 抱歉 對T做軌點乘上Separation分之一 然後呢 T再乘上呢 Separation分之一呢 的軌點 好 那為什麼 對T做軌點會有值呢 這是因為 雖然T指的是這一點的T 但是呢 我們在講T是這一點的T的時候呢 那麼呢 它的位置呢 R'呢 雖然我們在取軌點的時候呢 不會對R'這項有影響 但是呢 我們知道T呢 指的是T R的這個時間 TR的時間呢 就是T-C分之Separation 那所以呢 T也會是這個Separation Separation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 Separation呢 是等於 這一點的位置 減掉這一點位置 就是這段位置 所以呢 你在做這個Aplation的時候呢 事實上 你也會去 對這個Separation呢 做一些 微分 所以呢 你對它做 軌點的時候呢 你事實上呢 必須把這個因素 考慮進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考慮進來 那這個軌點T呢 因為T呢 可以寫成 這個樣子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這個就是它的時間項 所以我們就對它的時間項 做微分 然後呢 再對後面這個部分呢 做這個 軌點 那這其實呢 就是一個圈錄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對於時間呢 做這個 這個對於時間做這個 軌點 抱歉 對TR做軌點的話呢 就是針對這一項呢 做軌點 好 那 這個呢 有細分之一就直接Copy下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變成是對這個separation做軌點 所以這個式子就變成是這樣 好 那這個 separation 取軌點 這我們之前在上學期的時候 向量微積分講過就是這個 好 那 這個式子就變成 可以這樣帶進來 然後呢 separation分之一取軌點 那我們之前也算過 它就是這個 這沒有什麼大 太多的這個複雜的這個數學 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項跟這一項呢 用剛才講的這些東西呢 把它帶進去 分別做一些處理 它就變成是這個式子 好 變成這個式子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對它呢 再去 Divergence 好 那就變成了 那我們就是對這個東西 在做Divergence 對這個東西 在做Divergence 好 那注意喔 我們做Divergence呢 都是針對R的這個做標系去做 那你就對這個去做Divergence 那這裡呢 就會有好幾項 對 Law Prime做的部分 對separation分之一做的部分 跟 針對 這個刮骨的部分 抱歉 針對Law的部分 去做它 跟針對這個部分去做它 好 所以呢 你對它做Divergence 那它就是 這個東西乘上 對這個東西的Gradient 然後呢 加上 對 這個乘上 對這個的Divergence 然後後面也是一樣 就是對 這個做 這個乘上對 這個的Divergence 抱歉 這個乘上對這個的Gradient 加上呢 這個對 乘上呢 對這個的Divergence 好 那就一樣 畫葫蘆呢 然後按照這邊的方式呢 一樣去處理它 然後再做一次 好 然後呢 再用一些向量微積分呢 常用的東西就是這個跟這個 然後呢 一樣呢 就是把這些呢 帶進去 然後處理處理 你會發現呢 有兩項呢 會互相減掉 好 互相減掉之後呢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關鍵呢 就是 Separation 平方分之 Separation 的Divergence 做Divergence呢 會是4Pi的 這個Separation 的Data function 這我們之前呢 在這個 上學期的時候 進電學的地方呢 我們 有用過這個式子 好 那我們直接再 重新它出來用 所以呢 這四項呢 有兩項會互相減掉 剩下兩項呢 那我們就把它抄過來 好 那這個 Laparation V呢 就會等於4Pi的0分之1 然後呢 這個 C平方分之 Separation的這個 Low的微分兩次 就是這一項 就是這一項 好 然後呢 跟這一項 Divergence的這一項 會有這個東西 那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長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好 那我們就可以對它做一些處理 後面這個部分 很簡單 我們對這個東西呢 做這個 積分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做積分呢 是對DtopPi做積分 然後我們知道 對這個做積分呢 就是取出 這個裡面的值是0的地方 這個裡面的值是0 就代表 R等於R'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Low的RT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4Pi4Pi約掉 所以這就是後面的這一項的這個部分 好 那麼呢 前面的這一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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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 4Pi Epson0 然後呢 積分C平方 然後呢 這個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知道呢 就是對時間為分兩次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這裡呢 就是呢 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 對於時間為分兩次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呢 我們這是一個這個 靜電廠的話 就是我們的V呢 寫起來呢 就會是長成是這個樣子 長成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兩邊都對Low 都對T做偏微分兩次 兩邊都對T做偏微分兩次 那這邊對T Low對 抱歉 這邊對Low做T為分兩 這邊對T做偏微分兩次 那得到的呢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對T做偏微分兩次呢 得到的就是這個 所以呢 這兩個呢 又相等 就是針做偏微分兩次 針也做偏微分兩 這邊就是做偏微分兩次 那這邊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Pasio平方 Pasio平方 那這邊呢 Low呢 我們就對這個做偏微分兩次 就是這個 對Low做微分兩次 那這個又等於這個 所以我們又可以把 這個式子 針對這個式子呢 我們把它處理 那就會長成是這個樣子 那長成是這個樣子之後呢 那我們的等式呢 現在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 這一個的Solution 好 那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 Vector 這個Electric Potential呢 如果說是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裡不是R' 然後呢 後面不是TR 而是TA 就是我們Low呢 後面呢 所代表的是 這個TA TA呢 就是T加上7分之separation 這邊是 TR呢 是T-7分之separation 那麼呢 就是說這一點 這一點呢 如果說這一點呢 有發生電荷密度的變化的時候呢 這一點呢 會在更早的時間 就是C分之TR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這一邊呢 有這一點的這個電荷的這個變化 但是我們知道呢 這是不可能的 這邊發生的事情 然後呢 這邊 竟然提早會知道 雖然 這一個東西 符合這個 Key Advanced Time呢 可以符合這個Equation 就是你帶進去 因為這裡呢 是微分兩次 那不管正負的這個 就是C分之separation 或者C-separation C分之負的C分之separation 都會符合它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 我們 但是這個 不會符合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Causalty 就是這個 先前的事情 會影響後面的事情 後面事情 不會影響先前的事情 所以我們仍然必須 讓這一點的 這個電荷發生變化呢 要經過一段時間 這邊才會知道 沒有辦法說 這邊可以預先知道 這邊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做這樣處理 那這個Vector Potential呢 你也可以做一樣 這樣子的這個處理